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当然固然我们会觉得事实上是好事 因为先进国家都有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去做了一些问卷调查 那发现事实上将近有五成的家长 他事实上在台北市 他是不敢骑脚踏车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今天政府要开放 请问一下准备好了吗 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你没有一个交通的友善环境 跟一个好的车体的话 事实上这样子并不是给我们家长保障 反而是这样的开放会造成一些伤害 就怕危险 就是只要可以我都会骑在人行道上面 就算很慢或者用钱的都没关系 这样都是还是以安全为主 因为有很多地方的车真的是比较危险 像台北市的车用 他人行道有规划脚踏车的 可是有一些没有 那就要骑到一般的马路上面 就会跟机车争到 然后可是又有公车到 就骑起来其实我觉得蛮危险 因为我们常常会被突然间公车的喇叭声吓到 小朋友吓到 大人也吓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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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